都说三十岁的女人如虎,四十岁的女人如狼 当一个女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她们的信需要就非常的强烈 尤其是到了中年,她们似乎对这个世界不抱任何希望 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走过了一大半 至于剩下的路该怎么走,她们从来都不会去想 当她们觉得无聊的时候,就会去以下这几个地方去消遣自己的时光 一,麻将场所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女人,她们一旦在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变得非常低调 久而久之,她们就会每天吃过饭之后,就会立马去麻将场约几个人打麻将 因为她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开心起来 同时还会忘记所有的烦恼和不愉快 像这样的女人,其实她们也正是因为内心憋屈了太久 才会有这种表现 所以小编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夫妻们 不管你们两个人年纪有多大,都不要忘了从最普通的一件小事做起 这样才能够使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同时也不会让女人觉得你早都已经不爱她了 二,跳广场舞 都说人到周年,她们想的也都非常的简单 毕竟年轻的时候也有富过疯狂 事到如今,她们已经老了 所以她们就会经常约着自己的姐妹去跳广场舞 这样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身体 同时还能在跳舞的过程当中释放出最真实的自己 一举两得,和乐而不为难 但现如今,像这种跳广场舞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 像她们这种人活得非常的开朗 并且对待生活也很简单 只要保证一个健康的身体 以及一个良好的心态 女人就心满意足了 三,和老同学聚会 很多女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非常顾家 觉得家就是自己的港湾 所以她们从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一心一意照看自己的婆家人 可当她们一旦上了年纪之后 似乎看淡了事态炎凉 她们觉得知人知面不知心 所以她们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每次过年,她们都会和老同学来一场同学聚会 这样不仅能够让自己感觉不到无聊 同时还能够在同学聚会上和那些朋友聊起家常 但是像这样的做法非常不采取 我们都知道 很多种婚姻都是因为这些同学聚会而给毁掉了 所以还劝那些夫妻们一定要多考虑考虑 四,逛街买衣服 我们都知道,女人她们天生都爱美 所以当一个女人到了中年之后 她们就会和朋友出去逛街买衣服 以此来消磨时间 虽然很多男人都觉得像这样的女人非常的浪费 但是她们却不知道正是因为男人没有时间陪女人 所以她们才会用这种方式去打发 以此来消遣 并且在和朋友逛街买衣服的同时 还能够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部都给说出来 像这样的女人 她们不仅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同时她们还知道如何去向对方虚心请教 在婚姻当中应该用什么方法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以上就是一个女人到了中年之后 常喜欢去的几大地方 所以小编也想劝告那些女人们 不管你自己现在年纪有多大 都一定不要觉得自己老了 要跟上时代 都说人老不可怕 新老才是最可怕的 全身体会影响 她也会不会觉得我体会 她不觉得你 不觉得 ela 觉得她也不在 你觉得我的女人 没太多 我都不觉得她